列治文最大的高亚拍卖行 将于5月29号下午1点盛大开拍 种类繁多 拍品精美 不容错过 预展期为5月26号到5月28号 欢迎历临参观 详情请假 604-720-8863 新建成的万景市 安利社区中心内 星期天热闹非凡 由亚裔社区组织的 庆祝亚裔传统文化乐活动 吸引了众多当地的居民参加 现场来自华裔 南亚裔的文娱团体 表演了舞诗 中国舞 以及叠句风情的印度古典舞 传统杂技等节目 从这个议员 请了很多 包括中国人 泰国人 斯里兰卡 印度人 他们愉快在这里表演 参加表演的 很多是加拿大土生土长的 第二代亚裔移民 他们对能在加拿大学习 和表演传统的亚裔文化艺术 感到很兴奋 除了唯一表演之外 还进行了画展 以及艺术品展销 其中活动的主办者表示 万锦市是加拿大 最具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 通过这样的活动 竟能使其他族裔 了解亚裔传统文化 也使年轻的一代 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有更深刻的体验 今年的亚裔传统文化乐 正值安省进行大选 庆祝亚裔文化 也深入了一些宣传造势活动中 一直活跃在大多伦多地区的武农队 周末在保守党的造势活动上进行了表演 使得这个活动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亚洲传统文化乐 由加拿大的第一位亚裔参议员利德慧 于2001年提出动议 并在2002年得到通过 方位记者腾中勤 德伦多报道